教徒 拜託 劉獎師好 劉獎師好 政良師好 感謝天安師得 後學是玉佛宮 畢信強 我跟劉獎師有個姻緣 我也是基隆人 我也是基隆人 所以有缘大家才能聚在一起 我来上心理心法班 受到刘讲师的照顾 心性很有进步 然后我听心理心法的时间 也不是很久 他说要讲心得 我就来上课 有听刘讲师说 谢谢你这个 启发我们的自信 老师的谢谢你这首歌 然后后学看到有一部分 比较有气到心性里面 我现在把它解释一下 看刘讲师指教一下 就是刘讲师说 我们用不生不灭的心来修 不生不灭的道 这样因果一致才能成 假如我们用心意是用凡尘再用的心 这是修不成道 不管我们修多修 修几事也都不能成 这个意识心就是刚刚刘讲师有讲眼而鼻舌身意对色身相色相畏触法 而产生的那个心就是心意是我们生活中大部分都还是在用这个心 所以我们修到就很慢 所以我们修到就很慢 也没办法再更精进 好像就像有讲师跟我们讲的说 你再修多久 你那个心意是如果没有拿掉 还是没办法 那后学在这里 就是之前有看一些经书 他有说我们的眼根会生什么心 就是爱物之心 看到这个喜欢那个讨厌 那我们的耳根会生什么心 喜怒之心 人家讲给我们听的话 我们喜欢听我们就高兴 如果骂我们批评我们 我们就生气 鼻就是有香臭之心 你闻到香的香水味 你就驱过去 你闻到臭味 你就淘开 这个就香臭之心 再来就是舌 舌头就是我们吃 吃就会有四焰之心 四就是你喜欢吃的 焰就是你讨厌吃的 那点儿鼻舌 身就是我们身体 身体有苦乐之心 我们摸到粗的东西 就会痛苦 你如果睡到很舒服的床铺上 或是衣服里面 你就会很快乐 这个就是我们的意识心 可是这个心 就会左右我们 就会有分别 然后我们又有取舍 有取舍又迷惑 迷惑之后又来造业 造业当然就要受苦了 所以有讲师就里面 就跟我们说 我们把这个意识心 全部拿掉 就是无心了 就什么都不要 去掉 不要不用 我们就无心 这个无心就是我们的佛 就是佛 也就是道 所以我看到这部分 觉得这部分就很 弃入我们的心性 所以我们一般 尽量不要有两边 人家对我们不好 尤其对我们不好 我们特别讨厌那个人 这个人又对我们很好 我们就想去亲近这个人 所以这都是有取舍的 然后有取舍又觉得说 这个人到底是对我真好 还是假好 又迷惑了 然后又起了念头 念头又造业 这都刘老师 刘讲师来跟我们讲的 还有一段就是第十三页 这里 刘讲师也有说 佛要度众生出离生死 第一个就是教我们要先灭掉妄想 妄想灭了之后 我们声音就断了 我们那个生出来的那个心的原因就断了 然后再灭掉我们的无想 我们连想都没有了 全部都灭完了 那个生出来的那个像 我们看得到的这些形形象象也静了 声音断 声象静了 那我们的若非有想 若非无色 若非有色 若非无色 这两个就变成不生不灭我们的真路 然后就达到我们的所谓的不生不灭 就呈现在凡尘 那也就是佛了 不一定死了以后才成佛 所以这些 还有无心 刘讲师跟我们讲的无心 当我们望远望下念不生 达到没有念头 那个没有念头的时候就是无心 那无心就是道 无心就是佛 所以我们要走这条路才是正道 所以这是后学的一点点心得 谢谢各位前贤 谢谢刘讲师